各位,上次李尋寬和阿菲坐坐馬車,發現先頭在飯店底拿走諸葛雷的黃杜巴伯的黑蛇就死在路中間。 他們下車查看,原來左近就已經瀑了一班人。 他們有金絲標谷的總標頭查猛,神行無影余二斃,還有苗疆滴落洞五毒童子的門下。 只聽見余二斃就在面對著自己人說, 你們對李探花的故事是知道不少,但你們有沒有聽過? 小李尋寬,冠絕天下,出手一刀,禮不虛法。 那個黃衣童子就騎騎笑了, 嘿嘿嘿,你出手一刀,禮不虛法。 原來你是怕我被他手上的小刀弄死? 回去沒辦法向我師傅交代,所以才扯回我,是不是? 李尋寬就說了。 各位,儘管放心,在下出到第二刀就一般了。 況且第一刀怎麼都殺不死你們六個人的。 各位,如果想來為朱國雷報仇,那就不妨動手了。 金斯標局的總標頭查曼這陣子,奸笑兩聲說了。 哈哈哈哈,知國雷自己該死而已。 又怎麼怪得李兄呢? 李尋寬說,哦? 各位來這裡不是為了報仇嗎? 哦,那難道是來找我喝酒的? 如意斃就插嘴了。 我們,你也是要你交回個包袱出來的。 包袱? 李尋寬皺眉頭了。 查曼就說,沒錯,那個包袱是人家重託給金斯標局的。 如果有什麼東瓜豆腐,本標局幾十年的明星就是這麼大的了。 李尋寬看黑蛇那條絲,就問了。 什麼包袱,不在他身上呢? 查曼就說了。 哈哈哈哈,李兄你開玩笑而已。 當時有你在場,區區的黑蛇又怎麼拿得那個包袱走啊? 李尋寬就皺眉頭,暗暗沉沉沉說了。 唉,我平生最怕麻煩。 麻煩為什麼總是要找我的呢? 查曼聽不清他說什麼,接著就問了。 只要李兄肯還那個包袱給我, 我不知馬上就走。 還多多少少有些心意給李兄喝酒的。 李尋寬就輕輕插手那把小刀,忽然間小笑說了。 哈,沒錯,那個包袱事實在我這處。 只不過我想想想想還不還給你們住。 查曼面色變衣。 余二筆就搶著說了。 不知道李兄要想多久呢? 李尋寬說,一個時辰夠了。 一個時辰之後,我們還是在這裡見面吧。 好,那就一見面吧。 余二筆就不說一句話。 握手就叫自己的同黨走。 好,那個黃衣童子臨走的時候就說了。 嘿嘿嘿嘿。 半個時辰,你昨天搬到武雷弓這麼遠都行。 好,用不著要一個時辰這麼長啊? 誰知馬上被魚二筆就搏回他。 小李探花從出道以後退隱之前, 沒聽人說過,他會臨陣肅沙的。 嘿嘿,這些騎尼拐真的來得快,退得更快。 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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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 在這裡嗎? 李尋潘說,不是啊。 阿飛覺得奇怪了。 既然不在這裡, 那為什麼你先頭要承認? 李尋潘就少少說了。 嘿嘿,我就算說不在我那裡, 他們會相信嗎? 遲早也要打一場, 不如索性認了,就省一口氣了。 這樣啊, 反正也要打一場了。 那你還在想什麼呢? 在這個時辰之中, 我要先找到一個人, 找什麼人啊? 偷包袱的那個人。 哦, 你知道他是誰? 嗯, 昨晚在酒店裡, 有三個金絲鏢的鏢頭, 除了朱國雷和趙老義之外, 還有一個人, 我就是要找他了。 阿飛聽李尋潘這樣說, 他也跟著想了一陣。 哦, 你又說那個, 那件花棉蠟, 腰道纏著遠邊, 耳朵到有一匹黑毛的矮仔啊? 李尋潘說了, 嘿嘿, 阿飛啊, 你看了他兩眼而已, 看得這麼清楚的了。 我只是看他一眼而已, 一眼就夠了。 嗯, 沒錯, 阿飛, 我說的就是那個人, 昨晚在酒店裡, 就得他知道那個包袱的價值, 他一直躲在旁邊, 沒有人注意他, 所以, 就得他有機會拿那個包袱而已。 因為他知道那個包袱的價值, 故此就有心要毒吞, 知道他又怕查曼懷疑他, 於是, 就把責任全部推到我那裏了。 唉, 幸好我幫人家什麼都不是第一次了。 阿飛一聽, 就仿然大悟了。 哦, 查曼他們知道你的行蹤, 那麼不用問阿貴, 都是那個人去通風報信的了。 對, 你猜對了, 那個人為了怕查曼懷疑到他, 暫時他神敢逃走的。 對, 你又猜對了。 所以現在他, 一定跟查曼在一起, 只要找到查曼, 就可以找到他了。 你尋寬忍不住, 就趴趴阿飛肩頭了。 哈哈哈哈, 阿飛呀, 看來你再在江湖道運三五年, 包補成了精。 是啊, 我們如果還有機會見面, 希望還是朋友呢。 阿飛靜了眼睛看著他, 你現在就要我走? 李尋寬問, 老實說, 這次是我自己的事, 和你沒有些拉單, 人家又沒有找你, 那你為什麼不走呢? 哦, 你又怕連累我, 也說是, 不想拉我同行。 李尋寬問眼光中, 就露出一些痛苦的神色, 不過還是小笑說, 唉, 阿飛呀, 天下沒有不散的原跡, 我們反正遲了都要分手的, 早幾日, 遲幾日, 有什麼區別呢? 阿飛不出聲, 就想了一陣, 忽然間, 買車廂裡, 就倒了兩碗酒出來, 對著李尋寬說, 好了, 我再敬你一碗。 李尋寬接過那碗酒, 嘶響一聲一喝喝的, 接著便說, 聯軍, 行盡一杯酒, 與你同宵, 萬苦愁。 她想笑, 之後互亂吾身, 不停地咳嗲。 阿飛又悔了一盯, 很久久了, 突然 built十聲零變身, 大步而去。 這陣子天邊又飄下飄下雪花,天地之間靜到甚至可以聽到雪花飄落在地下的聲音。 李沉歡看著這個年輕人聽到極不得的腰身,在風雪中漸漸消失,看著地下那兩行漫長污毒的腳印。 他立即又說了一碗酒,舉高酒碗,淫淫沉沉地說了。 來,年輕人,我再敬你一碗。 不過,你知不知道我是不想真的要你走的? 只不過你前程遠帶,跟著我,永遠沒有好處。 我這個人已經好像跟賭媒、麻煩、危險、不幸的事做了好朋友了。 那麼阿菲當然聽不到他說的話了。 那個胡蘇魯始終好像夠石像那樣,站在李沉歡旁邊,呼聲不出。 整身雖然已經積滿了冰雪,但是他絕不會動一下。 李沉歡,滾,滾,滾,一氣喝了碗酒, 靈轉身,看著胡蘇魯說了。 你就在這裡等,最好連黑蛇的屍都賣賣。 我,我一個時辰就會回來。 胡蘇魯倒低頭,突然開聲說了。 我知道金絲茶漫,雖然以掌力運厚成名, 但只不過是屠有分明的。 少爺,你在四十招之內就會撤到頭下來了。 李沉歡就隨便笑一下了。 或者不用十招呢? 少爺,那個魚畢呢? 李沉歡就說了。 啊,他聽功不錯,聽說暗氣又很毒辣。 不過我還可以完全對付他。 是,聽說極樂洞門下每個人都有幾手很邪氣的外門功夫。 先頭看他們出手,果然跟中原的武功路數不同。 李沉歡立刻打斷胡蘇魯的說話。 啊,你放心。 就憑這些人,我都未曾放在眼內。 少爺,你不用騙我了。 我知道這次如果不是那麼兇險, 少爺是不會讓那個阿菲少爺走的。 李沉歡立刻打斷了。 怎麼樣?你什麼時候變得那麼多嘴? 那個胡蘇魯果然不敢再說話。 那頭得得更低。 但是等他擋高頭的時候,李沉歡已經進了樹林。 好像在那裡騎騎聲咳嗽。 斷斷續續的咳嗽,在風聲中傳來。 聽聞了,實在是令人心碎。 你,胡蘇魯這時候眼淚混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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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少爺,我們在關外本來好地地的。 你為什麼還要入關來受苦呢? 十年那麼久了, 難道你還記住他? 想見他一面呢? 不過你就算見到他, 一樣不會跟他聊天的。 少爺,你這樣何苦呢? 胡蘇魯在那裡暗暗沉沉說他是誰, 暫且不提。 話說李沉歡一進了樹林, 仙頭那種爛散落幕的神情全都沒有了, 即時變得好像狼狗那麼輕節矯健。 他的耳朵,鼻子,眼睛, 全身的每一條肌肉都已經有效運用。 雪地上,呼之間, 甚至空氣裡頭, 只有跌了敵人留下的痕跡, 跌了那麼不同的肺息, 他都絕不會錯過。 二十年來, 世上從未試過有人能逃得過他的追蹤。 他行動雖然快如脫透, 卻看來並急躁匆忙, 就好像一個絕頂的舞蹈者, 無論在多麼急躁的節奏下, 一樣可以保持他優美柔和的動作。 十年前, 他放棄了自己所有的一切, 黯然出關, 亦曾經路過這樹, 那個時候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候。 他覺得這樹在左近有一間小酒店, 離遠就可以看到那枝掛得很高的酒字旗, 當時他亦曾經停下過去喝幾斤酒。 那些酒雖然不美, 但那個地方面對青山, 耿帶綠水。 春天的遊人很多, 他看著那些歡笑的紅藍綠女, 一杯杯地喝著自己的苦酒, 這個印象令他永遠都不會忘記。 唉, 現在, 想不到自己又回來這樹。 經過十年的歲月, 肯定人免全非。 當日疏著變仔的小女兒, 現在或者已經嫁作人婦, 當日的恩愛夫妻, 或者已經低於黃土, 就連當日的桃花, 現在已經被染在冰雪裡頭。 但是他希望那間小小的酒店還在樹。 他這樣想, 並不是為了要捕捉往日的回憶, 而是他認為金絲茶蠻他們, 說不定就會在那間酒店挾腳。 冰雪中的世界, 雖然和春風中大不相同, 不過他經過這條路的時候, 我心仍是忍不住忍忍若若, 感覺到一陣陣刺痛。 財富, 權勢, 靈雨和地位都比較容易捨棄, 但是那些回憶, 那些辛酸多於甜蜜的回憶, 就像沉重的枷鎖, 是永遠都脫不開的。 走一想, 李尋寬人就在懷中摸出一個扁扁的酒瓶, 勿勿聲喝了一瓶酒, 肯騎騎聲咳一輪, 又止雞毒向前走。 他果然看見那間小小的酒家, 那間酒家是在山腳邊, 屋外四面都是寬闊的酒廊, 珠紅的欄杆配上碧綠的沙槍。 現在欄杆上的紅漆已經剝落, 紅花亦都被白雪代替了。 白雪上車輪痕跡, 馬蹄中環, 還聽見屋後邊有馬叫聲隨風傳出來。 噢, 李尋寬人知道自己沒有猜錯, 查萬他們果然就是那瓶血腳, 因為在這種天氣, 這種地方, 絕不會有其他遊客的。 他的行動更加快, 更加小心。 靜靜地聽了一下, 酒店裡沒有什麼人聲, 他走走眉頭, 一支箭地飆過去, 飆過去, 發覺那間酒店, 實在只能出奇, 除了偶然有幾聲馬叫之外, 其他什麼聲音都沒有。 酒廊上的地板已經很塵舊了, 他的腳踩上去, 即時發生一聲, 他馬上退後十幾呎。 但酒店裡, 還有一點動靜都沒有。 李尋寬很快便繞到屋後邊, 他認為, 可能金絲茶盲沒有來這裡。 誰知他即時見到茶盲, 茶盲居然還在眼睫睫地看著他。 茶盲那兩隻眼脈幾乎突出來了, 黃琴琴的臉色顯得更加真靈可怕。 他站在馬房前面一條木柱邊, 咦! 馬房的馬就叫了一下, 又踢腳了。 但是茶盲還站在那裡, 又不出聲又不動, 就像一個泥頭公仔一樣。 李尋寬暗中嘆氣了。 唉! 想不到, 他說了三個字, 立刻停下嘴, 因為他發覺茶盲再也聽不到任何人說話了。 李尋寬認真地看茶盲的頸後, 已經穿了一個洞, 顯然殺他的人, 是不想讓他的血擠到自己的衣服, 所以一劍刺穿他的頸後, 跟手撿雪到他的傷口裡。 等到雪被熱血溶化的時候, 血已經被雪凝結了。 茶盲那條絲, 還一直站在那裡, 抓著木柱無法低道, 由此可見, 殺他那個人, 身體多麼輕, 多麼快。 他一劍刺穿了茶盲頸後, 馬上拔回一把劍, 連一些多餘的力都沒有使大, 所以才沒有撞掉茶盲那條絲。 茶盲固然是準備抵抗, 但是等到這一劍刺穿頸後, 他的招式還未來一次使出, 所以他的絲, 照舊保持著平衡。 哇, 這一劍很快, 李尋寬有些驚奇, 他知道金絲茶盲成名二十多年, 沒有試過什麼大底的。 他金絲標的招牌又這麼硬, 由此可見, 茶盲並非弱者, 但他連反抗的力都沒有, 一劍就被人刺穿了頸口。 厲害, 李尋寬一轉身, 就哪個酒店裡頭呢? 酒店門口就沒有掛到門簾, 裡面又沒有擺什麼桌椅, 看得出這間酒店都不想在這種天氣做生意。 整間大屋, 就靠窗口邊擺著一圍酒菜, 那些酒菜多數都沒有移動過的。 你知極樂洞的那四個童子, 一樣變成四條殭屍。 那茶盲地, 實驚無神, 在這間酒店裡全部死了。 到底是什麼人做了手腳呢? 要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各位, 上次李尋寬為了追回諸葛雷的黃包袱, 洗脫被人冤禮的罪名。 誰知追蹤到當日出關的時候, 路過的那間酒店仔, 看見金絲茶盲和極樂洞的四個童子全部死了。 四個童子的死屍, 就頭向外邊, 腳向裡頭, 在地上就擺了個十字。 黃衣童子的腳底和綠衣童子相對, 黑衣童子和紅衣童子相對。 右手碗那些金額掉了, 四個人面上還帶著靈蕭頸喉, 他們已經被一劍刺穿了。 再看那個余怡兵, 他在角落頭的木柱上, 兩隻手握滿暗氣, 看來暗氣還未發出, 已經被一劍刺穿了頸喉。 你以尋歡見到, 都不知道是驚奇還是歡喜了。 忍不住就說了, 哇, 很快的劍法, 很快的劍法啊! 如果在兩日之前, 他實在猜不出, 在普天之下, 有誰這麼快的劍法啊? 當年稱當代第一劍客的天山雪英子, 劍法雖然亦已輕節飄忽成名, 不過出手就絕, 沒那麼狼胎啊! 那何況自從應仇間一役之後, 這位北海一世的名劍客, 已經封劍歸隱了, 到現在, 都怕埋骨在天山絕頂啊! 至於當日中環天下的名俠, 沈浪、 紅貓、 黃蓮花, 據說, 都早已經賣了船出了海, 在海外尋仙山, 很久沒有消息啦! 何況他們用的都不是劍啊! 除了這些人之外, 李尋寬實在想不出, 世上還有誰的劍法是這麼快的! 直到現在, 他才知道, 有這麼一個人, 就是那個神秘、孤獨、 憂鬱的年輕人, 阿菲! 李尋寬找著找著, 又發現木柱到, 被人拿劍尖刮了幾行字, 你替我殺了諸葛雷, 我就替你殺這些人, 我沒有欠到你的債, 我知道一個人, 絕不能欠債! 嘿!看到這事, 李尋寬就撫笑一下了! 嘿!嘿! 阿菲啊! 我只是替你殺了一個人, 你就替我殺了六個人那麼多! 你知道一個人不可以欠債, 為何要我欠你的債呢? 他跟著又看下去了, 我替你殺的人, 雖然多些, 但情況不同, 你殺的一個, 就足可抵上這六人, 所以, 你沒有欠我, 我又沒有欠你! 嘿! 李尋寬就忍不住笑了! 嘿嘿! 這條數, 他真的算得不太清, 看來以後他都不會做生意的了! 那麼, 在這幾行字的後邊, 還有一個箭頭啊! 李尋寬就自然, 順著這個箭頭所知的方向走啊! 剛剛走進一道門, 即時聽到一聲驚呼, 啊! 跟著一把劍尖指著他! 那把劍尖呢, 就震震一下的! 原來抓劍, 是那肥肥伯伯, 幾好福氣的老伯來的! 那麼這個老伯, 那些鬍鬚雖然還沒有白, 但是面上有很多走紋, 看來年紀都不小了! 他兩隻手抓著那把劍, 然後對著李尋寬大聲説! 你好! 你是甚麼人呀? 他雖然想搏命大聲説, 這把劍狀聲誇見了! 李尋寬突然認出他是哪一個, 咦? 那你不認得我呢? 老伯現在還未那麼靈頭, 李尋寬說:" 我認得你, 你就是這裏的老闆, 十年前,你还陪我喝过几杯酒呢? 哦,下官,贵姓啊 小姓你,木子你 哦,老伯这样才松回一口气 握着剑,然后轻框就掉到地 哦,原来,女儿,你是李探花 哦,老柳在这儿,等了有半天这么久 哦,你等我 先头有个公子 不是,是为英雄来的 他杀了,杀了一群恶人 后来呢,就留个生的 交给老柳看守哦 我说有位李探花,跟着就来的了 要我交这个人给李探花 如果这里出了什么差错呢 他就会来拿我命的 哦,那现在人呢 就在锤房里头 那里头的锤房都几大一下 也都算干净起来 果然有个人被反绑在一张椅上 这个人小小小小 耳边有执黑毛的 哼,李沉欢已经想到 阿飞是特意留这个人给自己审问的 但是这个人显然是想不到 还会见到李沉欢哦 他眼神就更加惊恐了 嘴角的肌肉啊 慢慢扯下扯下 原来阿飞不止绑紧他啊 还拿一块布塞住他的嘴啊 阿飞显然是怕这个人 用威胁利友的说话来打动那个老板 所以连他的嘴都塞住 啊,李沉欢这样才发现 阿飞居然还很细心的啊 但是他为什么不索性 点起这个人的阅道呢 已经李沉欢手上把刀闪了一下 不过不是杀人 他是挑开塞住这个人打嘴的那块布 嘘,那个人就被吓得死死下 几乎昏低了 他想求饶的 但是他嘴都干得鼻啊 一个字都说不出 李沉欢就免得吹他了 就在他对面坐下 又叫那个老板搬了外边那位酒菜入来 他倒了杯酒喝了一口 滋滋油油的才问那个人啊 姓什么,名什么 嘻,那个人的面还比青砖 我那条舌头干干干干干干的嘴唇就说了 啊,在下 鸿汉文 哎呀 哎呀,真可憐了 你熬了很多东西吗 声音这么沙的 来来来来来 我知道你想喝酒的 喝一杯先啦 李沉欢又挑断了 绑着这个人身上的承索 浸了一杯酒就递过去啊 这个人摸了一杯酒 眼都定了 出来这么捏下自己被绑到冤了的手臂 既不敢伸手来接这杯酒 但是又不敢不接 李沉欢就说了 哈哈哈哈 有人如果请我喝酒的 我从来都不会托手搶的 那这个鸿汉文就捕着接个杯酒 这只手 مت之软 你只要不进了 一口 哎呀,总算喝了半杯酒了 只剩下那半杯就震涉了 李沉欢 見到这样就说了 哎呀 你如果像我這樣,用刀來雕下公仔, 你的手就不會那麼緊的了, 因為雕刻可以令人守定些, 那就說了我的秘訣給你聽, 李尋歡講完,又倒兩杯酒對著洪漢文講了, 佳人不可唐突,好酒不可租賊, 這兩件事,你要用心記住, 於雲洪漢文就用兩隻手拿著酒杯, 這樣也不可以,他怕潑舌, 就趕快洪我嘴上一杯,先喝完, 李尋歡說, 是,好東西, 我這輩子就沒有學多少東西, 就學會了,街人不可唐突,好酒不可租賊這兩件事, 現在我就告訴你, 教精了你, 你怎麼多謝我? 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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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要求很低, 你不用那麼緊張, 你只要拿回個黃包服仔出來, 我就很開心的了, 是, 是, 殺死李綱歡, 甚麼包袱? 你不知道嗎? 洪漢文出力了兩下, 一旦在臉上, 便給我一絲微笑, 再說一句, 真的不知道, 李綱歡, 就突然開頭。 我整天以為喜歡喝酒的人,實在爽爽很多。 誰知你,你實在令我太過失望了。 李大俠,你誤會了,在下,的確…… 李大俠,你喝了我的酒,還要騙我,慢慢來。 李大俠,那就馬上去買吧? 李大俠,我就要你先頭喝了那兩杯,買別的酒,我不在乎。 李大俠,洪漢文整個兇了,拿衣服就馬上拆汗了, ……那些酒,喝了我的肚子,怎麼還給你? 啊,很容易的,刀光閃,刀仔已經頂著洪漢文的胸口。 李沉歡說,這酒既然下了你的肚子,我劏肚子就拿回。 李大俠,你怎麼會開玩笑的? 你看我的樣子像開玩笑嗎? 李沉歡的手,微微用點力,把刀仔輕輕在洪漢文的胸口裡刺走一下, 想說刺穿了一些皮肉,流幾滴血的。 這事關只有懦夫才會說謊,而懦夫一看到自己的血,就會被害怕到說實話。 這個道理,李沉歡是最清楚的。 誰知道刀簽刺了它,好像刺在石頭上一樣, 洪漢文招個騎騎聲假照,似乎連一點感覺都沒有。 嗯?李沉歡眼睛滑了一下,拿刀的手就停下, 這個懦夫已經刀槍不入,李沉歡沒有吃驚,反而笑笑口。 洪先生都出來逛了很多年江湖了, 洪漢文想不到他忽然會問這些話,打了個特, 又騎騎騎,整隻殺熟狗頭那樣說了。 在下在江湖都淹了廿年有多了。 嗯?也算有點日子。 你怎麼都知道江湖有幾件神奇的寶物? 這些寶物雖然很少有人看到,不過傳說了很多年了。 其中有一件就是,金屍甲,听说这件事刀枪不入,水火不伤,洪先生,你在江湖渡浸了二十年长,多多少少都会听过,洪汉文翻面,青必必,跳起来就立刻想走人, 他身发不算慢,一标就标到门口了,刚刚想标出去的,怎么知道李沉欢早就押着门口,洪汉文又咬咬咬,哒声,解开前着一腰的那条亮银链子枪,枪就刺过去,看来他在这枝枪上起码有二三十年的功夫,这招刺出软软软的链子枪,被硬到直不甩,带着劲锋,直至李沉欢咽喉, 只听见,哒声,李沉欢就随便遞高下手,拿线头拿着他那只酒杯,倒转来吸住洪汉文的枪尖,又不知道怎么办,枪尖巨远连一只酒杯都撞不烂,听见李沉欢笑笑口说, 但是如果再有人劝我戒酒,我就一定会告诉他,喝酒都有好处,兼且酒杯都救过我一命了, 洪汉文啊,当堂整个木头公仔那样,洞督起,恶山,整头大汗,搭西汗,李沉欢就继续说,洪先生,你如果不想打的, 那就除了里头那件金丝甲下来,当酒钱还回给我,至多我抵抗点,那件金丝甲顶那两杯酒算吧,洪汉文就说, 你,你真是要,摇呀,先指先明,我不是真的想要那件金丝,你能够趁我不bands偷了那包袱走,都算你有本事, 但是你和别人说,我拿过那包袱,这样就不对,我最不喜欢被冤枉的, 没错,包袱是被我拿的,包袱里包着的东西,的确是金丝甲,他不止急得那条舌头打了裂,连眼泪都快被急出来,李沉欢就说了,金丝甲虽然是防身自保, 知道你得到有什么好处呢?你就算穿十件金丝甲,我一刀就照样拿你名,你何必为了他这么拼命啊? 唉,世间的宝物,只有得者居知,这种东西就更加不是你们这种人应该有的,你送了给我,或者还可以长多几年命呢? 唉,洪汉文就说了,小人都知道,不配有这种东西的,小人也没有想过,押了他为己有的,啊? 啊?那难道你本来就想着将他送给帝哥吗?送给谁啊?洪汉文咬着牙,连嘴唇都被咬出血了, 李沉欢就滋滋油油对他说,啊,我有很多法子要人来说实话的, 但是我不多喜欢用,故此,我希望你不要逼我用啊,洪汉文就出之,哎,这么一声,啊? 哦,那我说吧,李沉欢就叫他,最好从头说起啊,洪汉文想了一下就说了, 李沉欢,李沉欢,你知不知有个神偷大悟啊? 不过这些都是贾仔你,你,李沉欢,你不一定知道了,啊? 李沉欢就说了,哦,我不单止知道这个人,还认得他, 他的轻功和手上的功夫都不坏,而且酒量都挺好的,啊,啊, 这件,金,金斯格,就说他不知道从哪里偷来的,啊? 那为什么又会到了你们手上呢? 是这样的,他和朱角雷呢,本来是老友,老友来的, 那我们在张家口撞到他,就一起喝酒, 他喝多了几杯,就拿这件金斯格出来演戏, 那我大哥朱角来看见,就眼红,就做了手脚咯, 哎,那个大悟,明知道这件金斯格, 哎,是江湖中,人人都想得到的保密, 那既然收了这件这样的东西,就不应该喝酒了,嘛, 怎么知道李沉欢就立即拖回他, 哎,他不是不应该喝酒, 而是不应该识错朋友, 洪汉文的青啤啤啤那块面, 他应有少少红气, 李沉欢说, 这件金斯格,虽然号称是武林三宝之一, 其实都不一定这么大用处的, 因为除了两个细军力敌的高手, 商争那种用得住他之外, 一般人用他, 就反而条命冻过水的, 我都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么抢手, 是不是另有QK啊, 那各位, 为什么江湖上这么多人 抢这件金斯甲呢, 究竟是为啥,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各位, 上次那位李沉欢在酒店里, 见到被阿飞捉住的洪汉文, 一审问, 可言这件金斯甲, 就是洪汉文偷了, 现在穿在身上, 李沉欢就说, 这件金斯甲虽然号称是武林三宝之一, 其实都不一定这么大用处, 因为除了两个细军力敌的高手, 商争那种用得住他之外, 一般人得到他, 反而条命还凍过水的, 我也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忽然间变得这么抢手, 是不是另有QK啊, 洪汉文就逼着说, 没错, 这个其中的确是有个秘密的, 其实这个秘密, 现在都不当作秘密了, 就因为他刚刚讲到这些话, 酒店的老板就拿着两壶酒进来, 笑奇奇地说, 嘿嘿嘿, 刚刚烫热的, 那些酒, 探花大人, 趁热喝一杯再聊过, 你沉欢就苦笑一下, 嘿嘿嘿, 老板, 你如果想我下次再来帮衬你, 你最好不要叫我这个名, 我一听到这四个字, 就连酒都喝不下, 酒杯还在他手上, 老板不理那么多, 照帮他倒满了, 哇, 一股酒香破屁而来, 你沉欢闻到, 即时微开眼笑, 哈哈, 漂亮酒, 漂亮酒, 他一口喝光, 有些骑不骑的声咳, 老板就急于拉着一张椅子过来, 扶李沉欢坐下, 哎呀, 咳又好伤身的, 要小心点, 小心点, 嘿嘿, 不过我的酒专门医咳的, 客官, 你喝了, 明天保保不会再咳咳的了, 你沉欢说, 啊, 这些酒如果医到咳咳, 那就十全十美咯, 来来老板, 你都喝一杯咯, 哦, 我不喝了, 不喝了, 为什么呀, 开港友说, 泥水佬住烂屋, 窦木佬坐烂椅, 难道, 卖酒的人, 情愿喝水都不喝酒, 啊, 啊, 那我平时都喝两杯咳, 不过, 是不过这壶酒就不能喝的嘛, 老板本来外製的眼睛, 现在变得锐利狡猾了, 李沉欢好像未曾留意那样, 还笑笑口地问, 为什么呀, 老板看着李沉欢手里的那把刀仔, 就慢慢说, 嘿嘿嘿, 因为喝了我这杯酒之后, 只要稍微用下真力, 走到那些刀, 就即时发作, 七桶流血而死了, 李沉欢当堂眼定口呆, 那他对面坐的洪汉文呢, 又惊又喜地对老板说, 哎呀, 想不到, 你会帮我, 那第一, 我一定会重重囚借你的, 那老板拿着面子, 我是要你囚借才行的, 啊, 红汉文面色微微有点变了, 嘿嘿嘿, 哎呀, 前辈真人不露伤, 难道又是想要, 他话口未完, 手中那条链子枪, 又支飞舞而出了, 去, 老板大喝一声, 本来寒起背的, 现在忽然一身直身, 当堂高了整尺, 他礼手一辣, 已经辣着洪汉文的枪头, 就凭你这样的功夫制, 够胆跟我老人家动手, 哎呀, 这个胆小怕事的轮盡老坑, 眨眼看, 好像變了另一個人那樣,連臉都變得紅中透紫,隱若有光。 洪漢文見到他這種奇異的臉色,一下子就想起一個人來,失聲驚呼, 啊,前輩要命啊,小人實在不知道前輩就是。 遲啊,老伯右拳已經打出指令的, 一聲,洪漢文竟然被打到飛起來,前輩在手上的鏈子槍也斷開兩絕, 鮮血一路撤出去,啊,裝上長刀, 正好,掉到造頭的大折窩島。 啊,這一拳道理實在大得驚人, 你尋觀見到一隻叛口氣,靈下口話了。 啊,洪先生啊,洪先生,我早就說過,你有了這件金屍甲, 反而會死得快點的啦。 這陣子,那個老闆把半段鏈子槍就丟到地上, 啊,出曬神地看著洪漢文的屍甲, 臉上的咒文又一條條研出來,自然自然地說了。 有成二十年沒有殺人啦。 啊,幸好啊,我還記得怎樣殺人呢。 李尋寬就說了,你為了這種事殺人,值不值得啊? 啊,老闆凌轉身,看著他說,二十年前,我會無端白事殺人的。 李尋寬就說了,啊? 知現在過了二十年啦。 你避開了二十年那麼久,不容易的。 啊,為什麼為了這種事,而暴露自己的身份? 那不是好話而已啊,老闆。 啊? 那你已經知道,我是誰啦。 哈哈哈哈哈哈。 老闆,你不要不記得,紫綿二郎,孫葵在二十年前, 是個出曬風頭的人物。 居然敢跟江南七十二到水陸碼頭總頭領的老婆私奔。 這種勇氣,我一直很佩服啊。 哎呀,死到臨頭啦。 你還敢單單打打? 啊? 你別以為我在這裡單單打打才行啊。 一個男人肯為自己心愛的女人無生命之險, 受天下人之誹謗,甚至不惜犧牲一切。 這種男人,起碼不愧是個男人。 我本來的確對你很佩服啊。 不過現在,哎呀,現在我很失望啊。 因為我想不到紫綿二郎,變形是個鬼鬼鼠鼠的小人。 只能夠夠膽暗中落讀,不敢以真功夫和人一決勝負。 我本來的確是不太好。 酸綿一眼睜著李沉歡,還沒有開聲, 不然聽到一個人笑了。 哎呀! 你這樣說,就一定是冤枉的人。 落讀哪有學問才行啊? 就噴嘟? 哪有這麼大的本事呢? 啊! 是女人的聲音,還很重南方味。 李尋寬一聽,就笑笑話了。 是呀,我應該早就想到,這是長眉夫人的手段。 李尋寬這次死得在二十年前,名滿江湖的美女手上, 短幾年多,到底咯。 李尋寬,那邊人還笑笑,哈哈哈哈,這個幾把嘴子撞過油的,嘩嘩嘩嘩。 如果在二十年前我遇見你,跟你私奔就乖了,嘿嘿嘿嘿。 在笑聲中,一個女人扭行屎乎花地走出來。 過了二十年之後,這個女人還未顯得多老,雙眼還挺夠電力的。 那段牙齒也算齊算白,但是她的腰,哎,她實在是沒有了腰。 整個人就像個圓屋屋的水桶,如果裝滿水,極情夠淋兩口地那麼多。 李尋寬一見到她,表情就像噴了個熟雞蛋在喉嚨一樣。 蛤?這個就是長眉夫人?她簡直沒有辦法相信。 唉,美人連華老去,本來是件好令人染色,令人傷感的事。 但是美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再不是雙十年華,還伯伯這麼想用蓄腰來蓄身上的肥肉,拿脂粉來掩蓋面上的皺紋。 這樣就不止不再令人傷感,反而令人作偶可笑。 這個道理本來是很顯淺的,但是奇怪的是,世界上大多數的女人對這個道理都不是說不知道,或者是故意拒絕知道。 這件長眉夫人,穿著一件紅當磅的斷酬面綿背心,疏著隻萬字計,突然聞得一股工地的薄花油香味, 希望李尋寬當彤笑得有衙無雙眼。 這個多風流淡化狼,真是問命不如見面,見面比問命好,我都有聲二十年未見過這麼飄青的男人。 二十年前,那些江戶少年英雄,豐勾劍客,好像走馬燈那樣,趁走到我家,踩到滿爛都低,個個都想去拜訪我,只要配得我聊兩句話,怕我一眼,他們就好像食修恩心果那樣,欠到入心入肺。 什麼?你不信,就問問我個脖子。 孫葵,喋口喋臉,喋了心水,不出聲。 尾尋寬,看著長眉夫人頸上的肥肉,好像風中長眉一樣,震震一下。 再看著孫葵,不由得暗中嘆口氣,她已經看出,孫葵這二十年的日子,一定是熬得很辛苦。 聽見長眉夫人又說了。 哎呀,這二十年來,真是覺得我吵了,天天在屋裡鬥,不見殷眠,我多麼後悔,跟著我夾一劈子的男人私奔。 哎呀,孫葵一聽,忍不住就開聲了。 哎呀,誰不後悔,誰就懵得上心口了。 長眉夫人一聽她這麼說,即使好像被咬到尾那樣,倒堤倒嬌。 哎呀,你這個桑架鬼鬼還好說啊,我怕你就眼冤了。 哎呀,老娘有好日子五過,跟著你去那些鬼地方受苦? 哎呀,有個愚化慈弱的美女,被你租得性感的樣子,你看呀你看呀,還有什麼好後悔呀? 你是的呀,哲原因。 將毛揭 提起酸 aqueles呐眾的滋壓扯, υ果仁爝我們的尾聲小聲、伸יתיизнес。 本來是馬零伸 algo Zeit王,聽說馬明話回答這種座跟他完全不堅定的, 那個條條件居然道歪了,我說福! ested by 二十年去哪見一心才叫祖明珍說, 那一刻我就不如,不如,不如,不如死掉了她的船,她拼命拿手來搓眼,可惜連一滴眼淚都沒有搓出來,李尋歡就說了,幸好夫人沒有死,不是我真的要遺憾終生了, 是嗎?淡花朗,你真的這麼想頸鏡我嗎? 哦,是呀,珍珠也沒有這麼真,我們夫人這麼肥的美女,找人全世界都很難見到第二個。 什麼?長尾夫人一聽我這麼說,直到臉都白了,酸葵在旁邊忍著嘻嘻聲音笑。 李尋寬就跟著說了,其實夫人那件金屍甲只閒了,因為就算把你整個身破開兩剎都穿不入那件金屍甲的。 長尾夫人挖住李尋寬,咬牙切齒地說了,咦?咦? 我如果給你這個多麼容易死呢?老娘就對你不住了。 她在頭上脫下一枝好溜好尖的金針,燈眉凸眼地走到李尋寬那裡。 李尋寬居然坐在那裡不動,穩如泰山。 尋寬這陣子就插嘴了。 夫人,金屍甲既然已經到了手錄,我們還是快點辦正經事先啊。 何必跟她浪費氣啊? 臭聲!我怕你就眼淵了。老娘的事,不用你來。 李尋寬這陣子,她已經真的喝了毒酒那樣不動,眼白白看著女人走過來。 誰知道長眉夫人剛剛衝到她面前,想拿一枝金針來刺進她眼睛的。 尋寬居忽然從後面飛起一腳,撲聲,鬥了夫人上屋頂。 嘩!百幾兩百斤重的肥夫人,撞撞到雅背上,輕跨了,整個雅背頂被撞到半邊。 讓她撞到半邊。等她撞到半邊,撞到半邊。 李尋寬有些惡煞言,忍不住問孫葵了。 你,難道是為了救我,而殺夫人? 孫葵歐爆發地說了。 這二十年來,我都受夠的氣了。 如果我不殺了她,不用半年我就要被她降山擊死了。 咦?是你自己心甘情願,你可不記得二十年前跟她... 什麼?你以為是我勾引她的? 你以為我想帶她私奔的? 哦?那難道不是嗎? 是,我遇見她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她是楊大湖的老婆,所以才會跟著她。 哼!誰知那臭婆娘一黏起來,就像騎蠻那樣拿著我,死都要跟我走。 那時候楊大湖帶了二三十個高手來,我不能走的。 原來如此,至少夫人是真心喜歡你的。 不然她為何要這樣做呢? 什麼?喜歡我? 呵呵呵! 後來我才知道,我只不過是她抓到的替死鬼來。 原來她早就趁楊大湖出外的時候, 找了一個青頭拐,還有兒子嘛。 她怕楊大湖回來,沒辦法交代。 就捲帶了一批金銀勢丸,跟那隻青頭拐私奔。 誰知那隻青頭拐起她尾珠, 偷殺她的金銀勢丸,就丟了牙。 她人才兩胸,哭到膝蓋眼淚,就頂定我當壞,撞到她。 李尋寬聽到這書就說了, 唉,既然是這樣,你當初為何不殺了她? 為何要等到現在受那麼多罪? 李尋寬就不出聲了。 李尋寬就說了, 反正我都死過頭近了, 你告訴我都不重要的。 李尋寬想了很久,才慢慢說, 開酒店都有陽口, 經常聽到一些很有趣的事。 你知不知道近來江湖到, 最有趣的事是什麼? 李尋寬就說, 我都沒有開酒店,又怎麼知道呢? 孫葵四圍看了一下, 好像害怕有人偷聽似的, 然後就壓一把聲說了。 你知不知道, 三十年前橫行天下的梅花茶, 這次出現了。 李尋寬一聽到梅花茶這三個字, 臉色就稍微變了一下。 喏, 因為他很小時候, 聽說江湖有個這樣的大賊, 這個人行蹤飄忽, 神鬼莫測。 當年, 就算點倉派的掌門, 號稱江湖第一劍客的吳文天, 都被他整死了。 現在聽孫葵說, 近來這個梅花茶有此出現。 喏, 這個大賊究竟怎麼交關法呢? 要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新解。